大家好,我是修打印机的红马甲 今天给惠普28A的原装锡骨加粉 首先拔掉锡骨一侧的销钉 然后再拔掉另一侧的销钉 这边这个销钉不太容易拔掉 它埋得太深了 像这种埋得太深的需要找一个壁纸刀 在销钉的边缘拔一个小孔 然后这个小孔能插进去小一次改决就行 然后用杠杆的原理把它翘起来 然后就可以拔掉了 然后锡骨可以分为两部分 现在手里的这个就是粉仓 拆下粉仓的左侧盖 正常是不用拆的 这个口不是加粉口 再说一次 这个白色的口不是加粉口 然后把粉盒的右侧两颗螺丝摘下来 右侧盖还有磁管一块就拿下来了 现在加粉口就可以打开了 就可以加粉 今天要处理一下这个小刮刀 也就是胶皮刮刀 这个胶皮刮刀上有鸡碳 把它摘下来清洁一下鸡碳 这样加出来的粉效果更好一些 一般第一次加粉的话 这个刮刀是不用摘的 因为第一次加粉 刮刀是一般是不会有鸡碳的 清完以后就是这种透明的颜色 然后把刮刀重新按上去 注意底下有一个密封条 这个要处理好 处理不好的话会漏墨 把这个刮刀要按紧 上紧两颗螺丝 这个刮刀的位置一般是动不了的 因为它有两个线位的孔 把里边的肺粉倒干净 倒干净以后加入碳粉 加碳粉的过程需要慢一些 因为这个口比较小 要分几次加进去 先加一点 然后把粉盒颠一颠 让这个碳粉均匀的流下去 然后再重新再加 加好以后 把侧盖还有磁管 按上去 先把左侧盖 这次拆下左侧盖 目的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左侧盖里边有一个圆的孔 那个不是加粉口 不要拆 把磁管和右侧盖安装到位 粉仓就处理好了 安装到位以后 需要旋转一下磁管 观察一下 转动是否正常 接下来处理 沸粉仓部分 把沸粉仓的金属销钉拔出来 这个蓝色的骨芯就可以拿下来 黑色的充电管也拿下来 用朝一点的抹布 把充电管擦干净 擦干净晾干 然后再把沸粉仓的刮板摘下来 去掉两颗螺丝 然后把里边的沸粉倒干净 重新把刮板装回去 一般惠普的机器 都是分为两部分 所以说这两部分都处理干净 就可以重新组合起来 整个加粉过程也就完成了 清洁干净以后 再把充电管安装到位 然后把骨芯安装到位 最后把粉仓再清洁一下 避免漏粉 清洁干净以后 两部分就可以组装起来 组装起来就是靠的 两边两个金属销钉 把金属销钉插进去 注意插的不要太深 避免下次拔不出来 这个锡鼓是有芯片的 但是不更换芯片也是可以使用的 好了 下面就是测试结果 加粉之前的 加粉以后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